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爱 3月7日,俄乌在白俄罗斯进行了第三轮谈判 双方就人道主义走廊问题取得一些积极成果 但在停火、休战和结束敌对行动等问题上 仍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此次谈判,俄方是抱着诚意来的 希望在此次谈判中,双方至少能签署一项协议 但乌方表示,将把谈判文件都带回去研究 所以现场未签署任何文件 第四轮谈判将会很快在白俄境内举行 不过,俄方代表团团长称 不抱太大期望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谈判中,俄罗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声称,如果乌克兰同意 一、修改宪法为中立国 二、承认克里米亚为俄罗斯领土 三、承认俄罗斯控制的顿涅茨克·卢干斯克为独立国家 俄罗斯可立即停止进攻 俄罗斯提出的条件比之前少了一条 就是没有提到去乌克兰军事化 而在第二轮谈判中,这一条被列入其中 不过,虽然俄罗斯减去这一条件 但俄军已实实在在地击毁了乌克兰两千多处军事设施 乌克兰想不想去军事化 对俄来说只是口头上的 乌克兰要求俄罗斯立刻撤军 包括撤出克里米亚 这样悬殊,你觉得能谈得拢吗? 你觉得普京和泽连斯基会答应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多次呼吁北约 在乌克兰领空划设禁航区 对此,普京称 任何派兵参与在乌克兰建立禁航区的国家 都将被俄视为实际参战 或许是考虑到了俄罗斯的决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 不希望冲突扩大 不会划设禁航区 此外,在第三轮谈判结束后 俄方提议 将在基辅、切尔尼哥夫、苏梅、哈尔科夫 和马里乌布尔等地暂时停火 建立人道主义走廊 方便平民疏散 当平民撤离后 那意味着什么? 3月7日 一名美国国防官员称 普京在进攻乌克兰之前 所集结的15万名兵力 目前已全部进入乌克兰境内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称 俄军正在整合力量 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 新一轮攻势 首先将针对基辅、哈尔科夫、切尔尼哥夫 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目前 俄军已基本解除了 乌克兰武装力量空军的战斗力 并警告地区邻国不要为乌克兰战机提供机场作为基地 俄国防部还表示 俄军在军事行动中发现了 由美国资助的在乌克兰境内实施的军事生物计划 临近俄罗斯边境的几个乌克兰生物实验室 曾从事生化武器研发 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开始后 这些实验室紧急销毁了能够引发鼠疫、探拘和霍乱的病毒 目前 俄方已经公布了相关材料 俄罗斯终于对欧美国家极其走狗 发动第一轮报复了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各种疯狂的制裁 让很多人感觉 好像俄罗斯被世界给围殴了一样 其实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 整个第三世界国家几乎全部站在了俄罗斯的一方 在欧美国家疯狂围殴俄罗斯以后 俄罗斯在昨天也发表了一份不友好国家名单 并对其发动了反制裁 美国乌克兰欧盟成员国以及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另外还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等 总共约50个国家和地区 大致意思如下 一 上了名单的国家和地区 俄罗斯欠他们的外债 不必焦虑 卢布贬值了 我们以后可以直接卢布还 二 他们不接受 没关系 我们在俄罗斯银行给他们开一个账户 直接用卢布还 三 自俄乌冲突以来 俄罗斯卢布对美元贬值了一半 如果从今年初算起 卢布贬值了有90% 现在没关系 你们这些外国债权人必须收卢布 典型的普京风格 你们没收俄罗斯资产 制裁俄罗斯企业 打压俄罗斯公民 那对不起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针尖对卖忙 俄罗斯绝对不客气 当初借钱给俄罗斯企业的那些欧美加日韩资本都血亏了 俄罗斯的第二个反击措施 俄罗斯政府取消向不友好国家支付专利费 3月7日 俄罗斯政府修改了法律中关于专利赔偿金的规定 根据新的规定 如果专利持有人来自不友好国家和地区 其发明实用新型或工业设计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被使用 则所需支付的赔偿金额为生产和销售商品 完成工作和提供服务的实际收益的0% 即无需为非授权使用专利做出任何赔偿 欧美国家能获得巨额利润 就是因为他们拥有很多的专利权 由于欧美国家提前进入了工业社会 所以他们早就把最优的设计给申请了专利 然后仅仅依靠收专利费就能获得巨大的利益 俄罗斯的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仿制西方的药物 芯片和一切东西 除了极少数的核心技术外 其他的几乎都可以仿制 俄罗斯的工业不弱 一旦俄罗斯对欧盟的商品进行大规模的仿制 那么第三世界国家就可以买到更多廉价的高端商品 就像印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房一样 欧美的企业就会损失严重 当然了 俄罗斯的工业相对于中国来说还是比较弱的 这个时候中国的企业就可以到俄罗斯开场 专挑那些既有用又贵的商品进行仿制 这样既能支持俄罗斯 也能为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谋福利 在宣布对俄制裁后 欧盟要求航空租赁公司停止把飞机租赁给俄罗斯 并于3月28日前全部收回来 然而这些租出去的飞机都在俄罗斯手上 既然租赁公司要毁约不租了 那俄罗斯就把这500多架飞机给没收了 作为惩罚也不过分吧 于是俄罗斯放话 要是敢收回这些租赁飞机 那么俄罗斯将启动这些租赁飞机的国有化程序 翻译一下 不还了 有本事自己来拿 那么这500架飞机价值多少呢 基本都是波音737 空客320 波音777 空客330 350这些 要是按照手册价来计算 在俄罗斯的这515架欧美租赁公司的飞机 价值约在800亿美元左右 也正因此 租给俄罗斯航空公司飞机最多的航空租赁巨头 在俄乌冲突爆发 且欧美政府下令要求停止对俄租赁后 股价开始自由落体下跌了 俄罗斯航空公司租赁的飞机要不要还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如果真强制要求停止租赁 那么这些航空租赁巨头的财务报表 估计会非常难看了 俄罗斯能否赢麻了 我不知道 但欧美租赁公司肯定破了房 相对于欧美国家随意地没收 俄罗斯寡头的财产 俄罗斯的做法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 至少还没有毫无道理的 没收欧美企业的财产 没有收回欧美国家企业所持有的股份等 当然了 这只是俄罗斯的初步反击 后面肯定还有其他的反击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表示 世界市场上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的飙升 与俄罗斯无关 并将涨价归咎于欧洲政客的言论 针对德方禁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 据报道 诺瓦克还称 俄罗斯完全有权利以牙还牙 对通过北溪一号的天然气供应实施禁运 这次欧美国家在围欧俄罗斯的过程中 坏了很多规矩 某种意义上来说 对他们的伤害更大 原本我以为 这次欧美围欧俄罗斯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现在看来 那完全是欧美作死的节奏啊 那根本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